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坐下 事实上我跟牧师讲我想这样 我很敬佩各位 这两天早上 我的分享时间应该是一个小时 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变成了一个半小时 然后第二段时间好像应该是40分钟 后来变成一个半小时 我也不想我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那我非常感谢各位的专注 即使有岁过去的后来也都是过来 有猴有尾 最不容易 再来就是我蛮致配大家 在写这个难题的时候 我认为是分了一部分的难题过来 主要就是生活努力的难题 情感方面的我试着来回答 那牧师手上比较多是跟圣经信仰有关的部分 我不确定我可以达到所有的牧师很重用我 我是担心说我会整天从早上到下午都是我 我会不会觉得看了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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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精神好起来一点 好 这边有提到两个家庭背景不同的男女朋友 时常因为价值观不同 哦 你看到了吧 价值观不同 而不同 对方所 而不愿同对方所说的 必须不说我告诉你 这是真实的 有一个家庭 他们晚餐吃完饭之后 冰箱最后是空的 你们听过这种事情 另外一个家庭 冰箱要给他散了 结果两个人结婚 请问冰箱现在该怎么办 一半开 我告诉你叫他买两个冰箱 一个是空的 一个是买的 这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 那你不要说是两个人 价值观不同而已 其实生活习惯不同也不会 那我再问清楚一点 你家拖不拖地板 拖地板 拖地板 请举手 好 拖得好 每天拖的请举手 诶 看着 看着 不要放下 请问每天是谁在拖 妈妈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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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拖吗 好 妈妈 好 妈妈 这有合作啊 真的是全然享受 啊 算你幸福 不过你会习惯喔 假设 这个我们这个 大哥啊 他娶了 他娶了 你太太 哦 好可哭 他自己一个 自己一个 他会喜欢地板 每天 有点拖吗 希望可以 你说 我不觉得 紫苏土板 对不对 那你会穿多型 对面的赤脚踩在没有灰尘的地板上 那种感觉多么的舒服 可是一定要每天拖 我告诉你 我家不仅每天拖 每天拖三次 所以你知道我回去一定要洗脚 你知道吗 不洗脚我看你会是不高兴的 可是我看在他拖地板的份上 我就有洗脚好了 洗脚比较容易一点 好 这就是生活习惯不同 请问 那你最好找一个洗脚拖地板的太太 那如果没有呢 要不然你自己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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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你叫妈妈来拖吧 是不是 你不会这样做吧 要妈妈住酒店 每天早上帮你拖一次地板 这怎么可能呢 好 他说 这个问题是说 价值观不一样 而造成彼此不认同 各位这就是冲突 冲突我们需要一直了解 为什么这些事情 对对方来讲是这么重要 第一件 第二件 解决出错误的方法 有很多种讨论的 找出各种可能的方法 第三个 要来看看谁要来拖地板 剪刀石头或是没有办法 我告诉你 这只是结婚之后要解决的其中一问题 请问生小孩要先几个 想要生一个的请举手 都没有啊 生两个请举手 好 四个 你们自己去看看 喜欢生两个的 想要生三个的请举手 举高点 好 很有勇气 想要生四个请举手 9个 9个 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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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5个以上的请举手 好各位 生育期间要不要事前讨论 还是结婚以后再讨论 一个要生育不受伤 那怎么办 不小心 在这里 好 我们来 呃 这个 呃 倒垃圾谁要去到 呃 浴室谁要刷 认为浴室应该太太刷 请举手 认为浴室 他是诚实的弟兄啊 对 然后 呃 认为这个浴室厕所马桶 我要来刷的请举手 自己来刷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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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人 哎呀 臭臭啊 大家来 哎 各位 你们刚刚的举手是说 马桶都要不刷是不是 剪刀手 哎呀 哎呀 每天剪刀手都不 一三五四六 一一佛 一佛 好 这是家事的预备啊 家事到底谁要做 你把它算下来 家事上百一种 到底谁做 以前真的是 爸爸妈妈做的都没有感觉 如果 太太做了晚餐 谁要洗完 自己洗自己的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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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真的假的哦 那那个汤锅要回熄 汤的锅就吃 汤的锅就吃 臭臭 好臭臭 所以你們可以猜想 這個結婚之後有很多事件 而且每件都是時槍時彈的 你必須有準備 你們的價值觀越接近越好 我要介紹一下 越接近越好 如果不接近都要處理這個小小充 所以在這個價值觀越接近越好的 這個前提下 你的信仰如果不一樣 信仰代表不同的價值觀 你的錢要怎麼用 你的時間要怎麼用 你孩子要帶去哪裡 這代表不同的價值觀 如果價值觀不同的話 你會衍生出很多意想不到的苦惱 所以這邊的問題是 就是價格背景不同 價值觀不同 不能認同對方說的 所以有時候會吵起家來 最後不了了之 然後他接下來的問題是 有時候覺得這一段感情 還能走多久 他不是很熟 該怎麼解決 好 去婚姻副導 婚姻副導的三個結果 第一 順利走過宏南 第二 再慢一點 慢半年慢一點 直到某個社會 第三 請分手 你沒想過啊 婚姻副導最後叫他請分手 那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分手不後來分手好 好 瞭解嗎 這叫停孫典 你看這股票一直在降 一直在降 你總要有一個時間 好好好 賠到這裡就好了 認賠 那你的感情關係 是一個停孫典 不要用他一直下去嘛 停在那裡的地方 那是停孫典 當然你很不願意做這個決定 但是有可能需要 所以 如果他在停孫典的時候 他已經發生性關係了 那怎麼辦 我跟你講你停不下來 我已經可以常常解決了 所以性關係後面才發展 不要那麼急 好不好 他為我該怎麼解決 那我建議第一件事情 學會解決衝突 學會解決衝突 那學會解決解決衝突 其中有部分 就是要道歉啊 就是要認錯 這是一個部分 不是所有的部分 第二部分要說明你的感受 對方要討聽 那這需要練習 有時候還沒練習 就馬上進入衝突 就吵起來了 吵架需要的步驟 那有一些婚姻 要接受福到的人 他們會這樣子的 做一個練習 女士 小姐很生氣 她就開始抱怨 她是全部擔任親的角色 女生講完之後 男生就替她做摘要 summary summary之後 問這個女士說 我叫summary對不對 確認你們談的事情是一樣的事 接下來還要說 男生在問她 那還有沒有什麼要說的 還要說一遍 告訴你 告訴你 我說進行三十分鐘 都是你放在家 太多的苦水 因為平常吵架一吵來就 男生不領他 然後後來就不見面 然後過三天又好了 可是事實上 問題沒解決了 所以在一抱的時候 第二次抱就比第一次抱更厲害 因為是叫做心臭糾纏 全部利用而出 所以這是傷害關係的事情 她一定要學會怎麼樣把 這個女方覺得困難的那些經驗 覺得傷心的經驗聽清楚 所以她的這個摘要 摘要對方所說的話 的這個動作 是要幫助男生先聽清楚 對方說什麼 同時也讓女生知道 男生聽懂的 那這個練習通常需要 有第三者在 讓那個速度可以控制下來 然後女生全部講完的時候 那你還有什麼藥說的沒有 他說沒有了 那辦過還沒正常 你有看到那個速度很慢嗎 男生講完之後 女生做摘要 摘要之後 女生要問 那你還有什麼要講的要 再講的 這樣把心理裡面 所有好幾層的苦惱慢慢縮明 你們可以自己做練習 但是不太容易 第三者在那邊幫忙會更好 好這個問題我先記在這裡 有沒有任何人想要追問這個問題 好幾個 就從你剛才那裡講的那個 部份研發一下 男生講的時候 如果要說指他的觸發點 立足他覺得可行的解決方案 是買一個生意 就是輪到男生講的時候 你這樣子接下去 他自己的步驟 好 第一個步驟就是 各自把話講清楚 那把它拼明白之後 他們拼明白的 我關心的是 比如說 我不要再去吃麥當了 那個不見了 而且花錢 我幫自己做才好 你每次就說 不要下廚房 不要掃地 不要蠻菜 然後蠻菜 當然就切打死 那我記憶的事情看 對方記憶的事情都寫出來 討論過之後才開始 那我們一個人帶來吃 不想吃 絕對不吃第三次 可以嗎 那個時候才進入 那也是一個選擇 有五六種選擇 全部列出來 然後評估有可能性化 最好的選擇 選出一個 兩方面都覺得認同的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個部分 是先讓他講完 雙方都要充分的講完 在那個講的過程 就會被了解 關係就會靠近 如果這個問題 有找到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法 那彼此的默契就會提到 充分減少 否則這些小小充分 累積下來都不快樂 會很後悔 我到底有沒有找錯內傷 其實不是找錯內傷 有時候是溝通的方式已經沒有成功 那溝通我要提醒大家 溝通的意思不表示對方要聽你的 才叫做溝通 聽懂對方的這就是溝通 聽懂對方的意思 這才叫做溝通 不要強調說 他一定要因你的意思 照你的意思做 這才叫做溝通 溝通有時候 溝通有時候那個結果 不會像你所說的 你所想的 而是你的心格訊息的 謝謝你 謝謝你的請問 請與個性不合 有人個性合的嗎 常常和對方鬧得不予判 該如何用神的方式來解決 同樣的問題 發生了又發生 兩方覺得很累 又改變不了 該做什麼 戀愛到底是什麼 這一樣是出於衝突的問題 他們要練習去聽懂對方的意思 有時候要忍住自己的需要 先聽懂對方的意思 聽懂的時候 就已經安慰到對方了 如果雙方彼此聽得懂 不一定要立刻想出解決方法 可以讓那個解決方法慢慢再出來 但是聽懂這個就這樣 這個衝突下跡 有一個女孩 非常的緊張 她的先生如果一不在家 她有一個 pain 他身為抓狂 回去看她成長的經驗 原來啊 是她的父親 她的少在家 她跟媽媽相依為例 連台風天 爸爸都不在 玩風吹雨 台風還有 只有台灣有 台風來的時候 風雨非常的大 可是家裡沒來了 所以她結婚之後 就死巴著她的先生 不讓她先生出門 她先生一出門 她就抓狂 那這個情況是怎麼樣 她先生覺得 你太可理解了 你是有毛病啊 那其實她沒有防疫 如果她先生有一天 可以這樣跟她說 當我離開你的時候 你覺得很可怕 你覺得很擔心 那這個 你方會對不了解 你覺得很可怕 那不是被他去 但是有時候 那個互動已經到了那裡 她越想抓狂 她先生 她先生越想出去 是不是會這樣 你想想 你那個親生是不是這樣 這個台風雨 跟你鬧 你就是不能出去 她跟你鬧 你越想出去 有兩個理由 出去以後 我耳根親近 第二個理由 我出去 我來懲罰你 那這個 會讓這個女方 好像更焦慮 更焦慮 更疤狂 所以比較好的話法是表達理解 在對方被理解的時候 他就會比較冷靜一點 在冷靜的情況下 這樣的解決問題會是比較好的 比較有機會解決 通常解決衝突都不是在 互罵互打的那個時刻 通常是在情緒冷靜下來 所以討論問題可以 今天炒完 明後天討論 約時間 談一談 這部分可能南軍雙方要做一個約定 今天不要再講 不能這樣講 很快的話 我明天會再跟你聯絡 要不然可能我女方都覺得非好吃 或者說我想我們在三天內 一定要清晰這個問題 但是看起來今天我們都很衝動 很激動 今天好像不適合我們在學會的時間 了解意思嗎 所以不要在情緒最高點的時候 去處理衝突 衝突過後再去處理就好 所以這些個性不可 我不認為哪一個夫妻是個性格的 就是他們會面對你的差異 然後會去學會包容 接納 或者是解決衝突 解決衝突之後不一定兩個人都會很難力 這就是沒有所有事都趁你的心吧 對不對 這是學校的意思 這個我聽不太懂 一定其實在溝通交入中 還有團氣生活中 應該如何而採取核生經歷 他的意思是說 這對情侶都在團氣裡面 才能這樣做才好 是不是 假設是這樣的話 這個會帶來一個壓力 如果全部的人都知道你們兩個在交往 三六五時就會來關心你們的情況怎麼樣 對不對 要像你今天講清楚對不對 怎麼樣發生什麼事情 一個來問你 就算了 另外一個後來的人 不知道他問過 又來問一次 你要回答幾次 可能要回答很多次 那這就是團體壓力 所以 有一種的方式 就是你在團體當中 不要特別 兩個人被坐在一起 就是散開 讓大家都有空間 讓這個團體是一個沒有小團體的環境 讓大家都覺得很自在 你們要約 可以另外的時間再約 把這個分開來 那怎麼樣才是合成心意 我覺得你做事情做決定的時候 可能要考慮到你們兩個人之外 還考慮到旁邊的感覺 那應該就會比較合適一點 好 好 先回答到這裡 我是一個人 開口說 要打自己的人 就算一件事情 發生了多次 我還是要開始告訴別人 或說想要講的 所以心裡悶悶悶的很開心 如果別人覺得我生氣 她卻不知道 我有懂得怎麼跟她溝通 自己會深奮氣 有時候會想念她 有時候會很生氣她 不想跟她說話 也會想躲避她 你能了解這種心情的情形中 能夠了解這種心情 你只有一位媽 我是說你們了解這種心情 我不是說你們這種心情 你們了解這種心情 你們了解這種心情 謝謝你 謝謝你 這幾位朋友可不可以來 來說說看 你會有什麼建議 有些人完全不能了解這種心情嗎 站起來我以為你是我的救星耶 我以為你是我的救星耶 好 那我們 有嗎 有的問是 是不是誰不能了解這個心情 就是這個女孩 或者是這個男孩 就是很難把自己的心情講出來 所以悶悶的別人得罪她 她也能講得罪她也講不出來 她就會生氣 對方 我們有時候會想對方 我們有時候會想對方 這種人怎麼辦 我知道 那不會這樣想吧 你絕對不是這種人 你絕對不是這種人 是 可是又想念她 是 是 是 我簡單的回答 我猜測 這種 把心情放在心裡 這種 生活的方式 不是後來才長出來 是 一直以來的這 第二個 我猜 她的環境沒有一個很快接納她的感覺的環境 所以她就不會這樣 那怎麼叫做沒有被接納的環境 就是 也許這個家庭衝突很厲害 所以最好是把感覺藏起來 這個家庭衝突很厲害 沒有人在意你感覺是什麼 所以你把感覺收起來 後來長大 你離開這個家庭 感情收起來 這些事情已經習慣了 你跟他們相處的時候 就是感覺會收起來 所有的感受不管好 都放在心中 這樣有人需要一個安全的環境 有時候是一個朋友 有時候是一群朋友 讓她把她的憤怒講清楚 然後 如果她要跟某人交往 對方一定要敏感 協助這個有困難講出兩者的人 讓她慢慢地說一說 如果不練習這件事情 她就是過得很苦 不要說她親密的愛人 戀人相處 很苦 她去任何地方工作 她的感覺也是一樣的 她的同事占她便宜 她也不會說出來 那就是 她好像有一個被侵犯的狀態 而且不會為自己捍衛自己的權利 已經養成習慣了 我猜測 或者她在家裡面 也沒人好好跟她說話 如果我們這樣想很誇張 所以怎麼樣 團體當中可以做什麼事 注意聽每一對人說的話 專注的聽 就永遠會覺得被尊重 那如果你是她的朋友的話 要鼓勵她把感覺說出來 當然我要對有這樣無腦的人說 試試看找一個你更安全的人 說出你的感覺 要冒一點血 做一些跟你過去習慣不一樣的實驗和常識 各位 因為當她做實驗安全事的時候 請你不要嘲笑她 因為她 這輩子可能是第一次放行 那你就嘲笑她 她馬上會說回去 不知道多久才會出來 好 所以請你珍惜每一個人跟你討論是真的 也許你覺得 這個事情有什麼好保密的 可是對她來講 那是她的一大部分 每一個人的開放的程度不一樣 有些人要慢慢隨便開放再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她需要在安全環境 好 先拿到這裡 有沒有一個特定的年齡是和戀愛 你們認為呢 我覺得年齡來說 是一個考慮 另外一個說明叫做心靈成熟度 也有人這個 13歲15歲就很成熟 但不是很多 但是她那時候就很成熟 蠻負責的 而且很自我約束 不會占人家的便宜 而且很尊重對方 那這種情況其實也是可以交往 但是大部分的發展 我看那些學生到大師 他們有很大的轉變 現在讀大數的情形 好了 現在還在讀的 包括大數以上的 一起 好 請放下 你回想讀的最幾年 你只記得整個心態 或者是 關係上 有沒有轉變 有 那你再去看那個大衣 進來的人 菜菜圖圖的那些 有沒有 學藝妹 那你再想想 有那個大師的學長幾 其實那些大師學長 你們看起來風度偏偏啊 俄魔多的事啊 穿脫也很好看 這四年當中你有沒有改變 有哦 我在台灣有沒有看什麼 明顯改變 那你說 你在他大衣的時候 馬上下手 比較好 還是大師的時候再下手 不知道該怎麼說啊 我會建議他慢一點 因為這一段的改變太大了 你认识的是他的大一 你不知道他的大四 这跟肯定有可能很大 所以我认为你们在做朋友 围棋长一年之间 在你彼此更多了解 人生方向接近 而且你的价值观接近的时候 在你更深入的交往 这是我看到 所以没有年龄限制 年龄合适 高中的时候 我想大部分的家长都不会同意 觉得浪费你的时间 你还有一个真重要的事情 那你如果很猴急的话 你就可以到时候开始 你觉得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的话 不由不行 你如果这样的话就到时候开始 那如果整得住 你可以让你的眼界更宽 你交友的经验更多 你处理冲突和朋友 发展的关系更深入的话 你可以再慢一点开始 所以在大学或大学后面发展 都还是好的 比较怕是太早开始 影响到了你的整个学习和发展 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那有没有一定的年龄 我认为好像要看个人的情况 也许你爸爸妈妈也很支持 你高中就开始教 这也不是犯罪的事啊 那大部分高中的时候 都还比较不够成熟 那个烟情一段时间就要结束 那真的蛮伤时间 伤心情 那花了很多时间 一直都听不到神的声音 怎样才能听到 这个 我这样不是啊 怎样分辨是神的意念 还是自己的意念 这类似的问题非常好 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你后来还发现 那你很难控制你自己的感觉 该怎么办呢 这话题好像蛮敏感的啊 我可不可以谈一下啊 这Gay是不是天生的 很难说 我告诉你 美国的研究 有一批全部在做 同性恋是天生的 他们还没做研究之前 就这个结束 他们想去证明这些事 为什么 他们证明 这不是我的问题 所以同性恋在1974年 美国就把他从 精神诊断的手术打掉 同性恋不是问题 他不是精神病 OK 此后同性恋的运动在美国非常强 他们也操纵了政治 甚至也操纵了学术 所以学术来为证据说 同性恋是天生的这件事情 呼声的呼声很大 但事实上 假设有十个同性恋 有几个是天生的 还是全部都是天生的 这值得讨论一下是不是 那好了 统计上十个有一个 或十个有九个 假设是天生的同性恋 那其他的呢 接下来要问的是 那你属于哪一种 你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 这个很复杂 对不对 我不应该太快或太轻易的回答这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的确是蛮困扰的 假设 性别认同大概是在五岁到六岁完成 五岁到六岁的男孩子喜欢穿着裙子 而且这一次是训练生的 当然就是发展跟帐篷 那即使是这样 你就说他是原生的吗 也许还有一些家庭因素 比如说他爸爸不在家 主要是妈妈掌权 类似这个 我也不能说所有的训练都是这样的 我没有这个回事 有一个难题在这里 所以如果是天生的 其实他没有取责 那如果不是天生的 他也没有取责 我告诉你 取责也不太大 因为这些别的发展就会不会去了 很困难 你要想他玩的位置很不容易 好那我问你 酗酒和吃你的毒品 是不是天生的 不是天生的 不是天生的 但是有一些人很快地进入需求 有些人很快地连上不停的车回过来 那他们不是天生 天生或不天生都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 那 同性面是天生的 这种假设 让人 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而且 而且对于自己的状况难以移除 那我听过 有一些人做的这个选择 就是 把自己的 这个 情欲奉行给上帝 有一些人 为了 追求上帝 愿意 一身手 但是这不太容易吗 另外 有一些人 在心理治疗 或者是内在医治的时候 突破了 那个情欲上的问题 有一个人 因为 15岁以前 父亲离开他 妈妈回到他 一直到 二三四岁 妈妈给他很多工作的机会 但是他都不想到 那个工作的场合去 他就不断 留在 网路上 他在网路上看什么 看同心念的照片 每天 后来到教会去 教会提到 这是一个罪 就他回去 痛苦 他很想脱离同心念 但是 无法脱离 我真的认为 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 好 这就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 他是空心念者 另外一个是 他不断沉溺在奇遇的世界 也许这两件还可以分开 你知道吗 不是空心念者 会不会沉溺在奇遇的世界 有没有可能 也许女生比较多 他男生比较多 因为男生会 眼睛看到什么就不断 这个冲动 所以 现在网路的世界 这么的开放 不小心 不是你去给 他会跑出来 不断 啵啵啵啵啵啵 对 哎呦 这个意思不是 跑一个出来 是跑好几个出来 你按到手出来 按到手出来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这是有可能的 不小心我本来 没在想这个事情 后来就开始想这个事情 各位 这叫做情欲 情欲是会越压 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然后后来就 我也不用去教你朋友你知道嗎 我只要在那邊蹦蹦蹦就好了 各位知道意思嗎 那個情欲的世界喔 是越養越大 大到六地步 你是會斷絕你的人際關係 你會進入上癮的狀況 然後我們所說的 剛才早上說的這些事情都會發生 Never mind 心思下載 selfish的活動 然後呢 拒絕真實的關係 接下來 情感上的無能 身體上的悲哩 全部都一起來 我認為 這是情欲恨有的時代 在啟示錄就有提到 大領腹 控制了許多人 情欲恨流的情況是在有歷史 人類有歷史以來 目前達到最高峰 如果沒有網路的話 不會這麼快 有了網路之後 事不可當 就是會一直涌上來 除非你做的一個決定是 我絕對不要 同時這樣能夠 你還要真誠地敬拜上帝 你覺得有上帝那個聖結 就滿足你的心 你才會降低那個情欲對你的影響 否則這個影響 實在是大到不可能的 控制的事情 好 我現在要把 同性戀的傾向 先放在一頁 我要講一次 情欲的強度 要怎樣的控制 如果這件事情控制不了 各位結婚以後 會不會有人上網去看這些東西啊 你們都沒結婚卻都知道 我告訴你結婚前 你如果是他的好朋友 結婚後 你還來甩開他 了解意思嗎 這就是你們的LIFESTYLE 每一個方向都要揮相聲 不管是有同性戀的衝動或傾向 或者沒有 其實有同性戀的衝動和傾向 和異性戀的衝動和傾向 那些情慾的部分的困難度是一樣高的 只是這個同性戀的對象 是那個性別相同的人 異性戀的對象也是異性 我要講的是情慾的控制 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同性戀這種傾向 會不會完全消失 這是另外一件事 如果情慾的部分 都可以控制得來的話 那個同性戀的衝動會不會消失 我相信 上帝靠近你的時候 那個位置都會重新辦過 那不是靠自己 有一些 一致是在敬拜的時候發生的 感覺上帝的用藥同在 聖結充滿你的時候 你發現 你看自己的方式 好像不是過去看自己的方式 你忽然覺得上帝看到你 好像那個全量的純潔 你忽然覺得上帝跟你在一起 那個時候你就會 避難克服這些問題 所以靠自己還真的困難的 這是我一些些的理解 這個問題也很好 尤其在這個時代當中 尤其在這個時代當中 你有同性戀的衝動 並不是罪 但你沉溺在情慾當中 無法自拔 無法自拔就是罪 罪不只是這一種 你去看社會上提到的 驕傲也是罪 是不是 在人家便宜 說謊欺負別人 做假見證都是罪 情慾的混亂也是罪 這並沒有特別 你的罪更壞或更好 但是所有的罪 我們都要跟它分開來 我們才能享受上帝的注意 OK 一對情侶一個是基督徒 一個不是 但不是的那個 也沒阻止基督徒去進教會的活動 但是不是的那個 一直自己不願意去教會 該怎麼辦 如果還沒進入這個狀態 請你要進入情侶關係之前 好好考慮 慢一點 你越慢 你越有籌碼 跟它寫調 你越快 你越有籌碼 寫調 一樣 進入婚姻也是一樣 在婚前 你就要寫調這個時 不要到婚後 在所有的時間 女性的籌碼 在婚前就婚後多了 所以千萬不要太太放棄 你可以協商的機會 好 那怎麼辦 已經是情侶了 各位 你如果一定要繼續發展關係的話 你要注意幾件事情 你可能要讓這關心慢一點點 因為你跟它已經好像定了終身了 你的遺憾就開始了 因為在聖經裡面那個婚姻的人結 不僅是情感的人結 理智的人結 還包括身體的人結 心靈的連結 你會缺一大塊 沒有辦法跟它聯繫 所以這會有很大的遺憾在那裡 那我比較不想從最近的角度去看 不管因為我講過 應該會不想這樣子去看 但是那個遺憾蠻大的 你要知道 所以如果你嚮往的婚姻是 可以一起進出教會 分享教會當中的豐富 那你要把它當作你的這個男朋友 之前就要先看清楚 他會不會複合學校 我比較建議 哎 不要那麼關心 是這樣 嗯 我有一個學生 這叫做 housemate跟roommate 這個不一樣 那個是怎樣啊 就是 我第一次看到housemate 是同一個房子裡面不同房間的意思嗎 roommate是同一個房間 好 住在一起 這個算不算 同一個屋簷下算不算同居 我應該單走嗎 來 鼓勵他搬走的請舉手 我們現在不知道是誰啊 我們也不要去找是誰 鼓勵他搬走的請舉手 鼓勵他住下去 請舉手 好 請放下 我再告訴我 我的學生正義 你有不能哭嗎 這是另外一個 是不是 嗯 沒關係啊 就開放啊 好 那如果這位是基督徒 你願不願意 提高一點標準 來代表 你對於支持的 這個 這個 敏捷 對 這個重視呢 值不值得 如果你認為你是追求 跟隨上帝的人 你會不會想 哎呀 這樣子好像會誤解 我還是多花一點錢 自取跟一些 合適的人就在一起 你會不會覺得這是值得 你如果覺得值得 表示你對上帝的愛 有那麼強 超過方便 也超過費用 我相信上帝 看中你的心 我剛才拿我的 學生的例子來說是 他們已經七年了 我們都以為 他應該要結婚的 我比較擔心的做法 牧師可能會這樣建議他 你們如果真的要考慮你 趕快結婚 按照下輩子 結婚的這個決定 表示你們還沒準備好 就是要考慮 行動把以前分開做 至於需要照顧的這件事情 還有別的方法繼續做 最受不了的就是 他過了七八年之後 他們分手了 那一段的日子 他怎麼樣回想 他如何回想 我盡量不要想 他現在教我一個新的男女 沒有 你的過去的歷史 你是改不了的 是不是 好 我在談一個沒人談的問題 叫多談 在台灣 有一個生意非常的興奮 就是聽那個過世的小baby 招魂子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事情 這個 嬰兒的 靈魂的靈 嬰靈 安息吧 不要來找你嗎 這樣子 類似這種事情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生意 我非常興奮 因為 有很多年輕人的孩子 選擇 自然流產 其實一點都不自然 人工流產 人工流產之後 我告訴你 有一個人工流產的人 怎麼說 人工流產三年之後 他看見路上的小孩 三歲 我如果沒有把他拿掉 把他自己拿 看見三歲的孩子 亮亮的眼睛 這媽媽有點就留下來 他本來應該在 是不決定不到他 所以心裡面非常的煎熬 四歲的時候 十歲的時候 他真的解過後來有孩子 他心裡面有一個影響 去參加 有家當孩子的大學異業 如果我當年 你們就把他拿掉 好 現在大學異業 到他要請棺材之前 都記得這個書 很傷 我姑且不要從道德 或者是聖經人教育來看 這是一個媽媽的心聲 我覺得值得我再死 這個事情總共比較好的解決 有幾種可能是生下來送禮 一樣 這痛苦比較少 但是一直會想 第二 就是避孕 不要發生懷孕 避來避去 美國就是 校園懷孕的事情太多 所以他們做了一個策略 是什麼 在校園裡面放 衛生套 讓每一個人都可以拿到 結果懷孕的情況 有增無間 所以有一個是 約束自己的情慾 這才是合適的方法 這個可以放在一個選項當中嗎 可以 可以放成一個選項 這個選項可能是比較好的選項 當基督徒男性在一起要跟 可以看看女生 18歲Plus的 東東嗎 是這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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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玩笑 我想 13歲可以看13歲 14歲可以看14歲 15歲可以看14歲 15歲可以看15歲 16歲 17歲 18歲 都可以 都可以看好不好 可是我不知道那個內容是什麼 我有一個老師 他是學校師 他有一天給我講一件事情 我嚇一跳 那時候我經紀剛結婚到生日結婚 他跟我講說 今天 我不能太累 因為我回去要陪我老婆 是我愛做的事 你跟我講什麼 我沒聽錯 我沒聽錯 這個可不可以看 不錯啊 看好了 可不可以看 祝你愉快 我臉都紅了 可不可以看 可以看的啦 我們需要一個地方談吧 很自在的啦 但是不流於迴謝 你知道嗎 那性這件事情不是丟臉 是開心的事 它是在需要一個 合適的辦理當中 當然如果你是開黃腔 用這個黃色笑話 來拉攏跟你哥兒們的關係 那可能不是很合適 但是好好的談 政治面的談這些事情 我覺得應該是 蠻合適的 這是我的看法 大學一家之後 我們人生有很多的經驗 如果是朋友的話 不是跟每一個人談 不是這樣子公開拿麥克風談 你在那個比較緊密的 男性夥伴的同體當中 我認為總要有人跟你們談 那 萬一 有人力不從心 這個男朋友 對不對 聽得懂就聽得懂 聽不懂就 力不從心的時候 這些混淆要不要跟你們談 如果你有好夥伴 有一個可以談 有沒有舒坦一點 但是這是隱私的事 絕對是要在私下談 而且不要把它當作一個 開玩笑 或者是犀虐的方式 但是有時候會變犀虐 為什麼 因為我們焦慮 我們覺得很尷尬 所以就開啟玩笑 那是也是有可能 但是要小心 不要傷害 可以談女性 但是要小心一點 你不要有猥褻的態度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了解嗎 我蠻容易可以談的 我覺得我已經回答了同居了 如果現在年輕人都這樣 如果你已經同居了 該怎麼辦 不錯 如果同居這個親密的關係 將來是走向婚姻的話 如果你也同意 今天我們所分享的 上帝設立婚姻的目的 是在兩個人的意思 相愛相惜 同時 婚姻也 帶領著一種聖結 跟上帝連結的關係的話 你就不會選擇同居了 那個目標準是這樣的話 就不會選擇這樣 對不對 那怎麼辦 我已經同居了怎麼辦 搬出去 搬出去 找一個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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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初來我那間 當初來你那間 總是可以解決的 可以 Camping Camping 好 需要付出代價 跟隨耶穌需要付出代價 值得 约翰一书说不要爱这个世界 不要爱这个世界的意思是 不要跟这个世界的潮流一模一样 而失去了更变的标准 要爱上你 如果你爱世界 爱上你的世界就会见到你 所以你在这样当中 你要做选择 这也是经过在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个问题 你的选择可能会跟这个世界不一样 你需要有勇气 同时你要知道你这样做的理由和价值 这是向上海的尾声 好 远距离的爱会有结果吗 没有标准啊 如果你在远距离 一定会成功的 你是远距离吗 之前 之前 你可不可以用简要松 怎么样才能发表到现在 而且没有放弃 而且没有放弃 靠着主的力量祷告 然后常常联系他 常常的意思 什么情况需要靠主的力量 很难吗 会啊 因为他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没有站在那身边 我听到是不是很厉害啊 就是很想帮忙还是帮不上 那你听到场上的也是 他跟你分开之前有没有相聚的时光吗 在一起的时间 有激捏到很多重的 好 这位弟兄所说的那个远距离 已经在一起一段时间后来分开了 那这个跟在网路上认识罪吗 那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的那个起点是不一样的 他们已经有坚持接面对面的相处经验了 才分开了 对不对 这种成功机率高一点 但是实在机率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分开之后我都没有看到了 然后我也需要别人跟我聊聊天 那旁边决定运回 而且满河的来 那你可能就会被打败 不会啊 这是你的身体 对不对 好 远距的练习 你却有难题 但不是说绝对不能成功 那你们交谈的深度 要更深 那有一种情况是你们吵不到架 所以你们练习 修复关系的机会可能比较少 那怎么样弥补这一个事情 那你就是可以谈得更深一点 要求你的状况 那有一种叫做不安 因为你在他旁边 你不要他挂过来这个 这个是该拼之后 他向你做什么 旁边有没有其他的人 因为这个人会挂心 对不对 带来比较怎么不安 所以我认为有距离 辛苦了 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但是在你旁边来讲比较难 怎么样才知不知道是上帝的预备 第一个 他跟你有接近的信仰 这比较容易肯定是上帝的预备 第二个 他在给你交往的过程当中 可以展现出某种品格 比如说尊重你啊 聆听你啊 这种基本品格都要入关 第三个 你们各自祷告的时候有医症 觉得是他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克服我们相处当中所有的难题 而且继续彼此下来 如果他也这样子认同 你也这样子认同 又再加一个 第四个 如果我们是在同一个团期 有可能长辈或者是同伴当中的回应 也会帮你看得更清楚 长辈说明明在一起 恐怕情况不会好太好 各位 这可能要放在心理上 现在已经有一个研究出来 我今年等会跟大家分享 后来这时间 我简单的说一下 这是华上队心理学 一个很出名的教授做研究 他观察到千只带队的情侣 夫妻 让他们放在一个度假的小房间里 在公寓里 那公寓里面呢 客厅 Living room有摄影机 可以录下他们与之非话的状态 但卧室还有 这个洗手间都没有录影机 这些人进来这边住是免费的 但是还要跑进被录 身上要放那个 心跳测量的 这些仪器 然后每一队进来住 一段时间一周 就可以离开了 然后 这个教授本来是要研究对话 这个游戏 年纪很大 然后关系很好 这些婚姻的人是怎么样对话 他们是不是在很多的决定上 很重要的决定上 都有冲的很好的 就他们录啊录啊录啊都没录到 他们发现有一种互动 可以预测 接下来他们会过得好 或过得不好 那个互动就是 我给你点点头的时候 你会有点回应 你讲话的时候 我会有点回应 那回应可以分三种 一种叫做 接纳和努力 哦 这样子啊回应 好 就肯定 那第二种叫做 末世 你讲什么往上都听到 第三种 叫做 比回去 你讲什么 我们应该对 哪有的是这样 你说假的 我上次不是这样 你说的才不是 好 这种 三种 哪一种 就是 但你之内会退 会撤 对 对 那一种 你没经验 但是你亏测的这个精神 这个会顶来顶去的 很快就 game over no more 那伤害 你真的是那个不反应 只有一种 经常频率很高的回应 虽然不是了不起的回应 但是就是会接触对方 所丢出来的 去死 这种他们的关系 会非常的轻易 好 我再回答一个问题 我再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 旁边别人的心觉 有时候 你可以参考一下 别人预测你们两个人 可能会预测到问题 就要把问题克服掉 否则那个问题 会来找你 并不会过得很好 那有些长辈们看得清楚 说你跟他的交往 有点 什么样的困难 除非能克服 要不然你再来玩 会更好 那我觉得 如果你要问 这个人是不是 我理想的办法 刚才我说几个人 第一个 你的信仰 是不是不必要接近 第二个 你的 兴趣或者是 就是有你能不能建立 在旁边周围的人 你的回馈 是家门和姐门 这都可以 有一些棒 你就比较难够确认 是不是上帝预备的 好 我觉得我的合相非常错误 这个问题 更完整的说是 如果另外一半是基督徒 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知道 是不是上帝预备的 你的意思是说 上帝预备 预备一个不是基督徒 来自摸你 如果他已经不是基督徒了 他跟你的信仰不一样 我不要从基督信仰的 这个角度来看 我只是从心理学来看 你的信仰不同 很难提增加 是扣分不是加分 那如果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 那你希望上帝所说的 那个婚姻关系是 理性的 情感的 心灵的 以及身体的联合 如果你认同婚姻 这个追求的目标的话 那非信仰 信仰不同的人在一起 他就会有很多块都切掉 没有办法融在一起 了解意思吗 那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 那你如果两个都是贯道 或者说一个是贯道 一个是贯道 一个是贯道 一个是贯教 这种困难都会存在 这是普遍讲的 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 另外一半就是 这个困难并不会因为 你是基督徒 后来就不接纳 就是一个常态 就是一个限制 所以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就是基督徒 我目前来想 好像是有道高 而且你要考虑一下 你身上这个走进去 我教会有一对夫妻 后来就是爸爸来了 妈妈不来了 然后小孩看到爸爸妈妈的冲突 后来通通不来了 那一位妈妈冲 妈妈也冲 后来小孩 老三要到高中的时候 就跟教官冲 教官很生气 要记他过 然后他就去找校长 跟校长冲 接下来就不用上学了 学校请他走 妈妈好紧张 可是这个问题 你可以看怎么样 第一个是大爸冲 第二个是妈妈冲 那两个是冲小孩 小孩就对不会冲 就是连在一起 他们家庭的互动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冲来冲去的方式 这个模式是没有改善的话 这个孩子日子不会太多 那如果他们 愿意一起学习的话 我的机会有很多 好 我目前讲的 差不多 我的时间 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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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有几题我想我就留给牧师 我很诚恳的 为你们所写上的这些题目 你们的认真的 还会向你们知己 很认真的思考这些人生物 真的容易 把你们做到 那我们今天的解答 可能没有讲得很完整 今天我还会再跟牧师 再来这里 游荡 找到我很想 跟我要 应该也还没有机会 不过要给你一杯 给我一杯 你会有个赏字 好 我很感谢你们 我们一起老大 今天如果你看到我们当中的一位 他们说 哇 什么事 有些人 我要想要把他帮上了 就算是有好的答案 也不一定能 立刻让他写下重担 绝对我们在我们当中 就是触摸每一个 遇到他们的孩子 你珍惜我们 你要把真的 幸福和爱 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也要 学习 按照我们的真理而行 因为你的真理 是对我们的保佑 一切无法解答 你轻自然开的意义 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 能够发现一个方向 那个更大的问题 我们要加在你的手中 所以 我用的是什么感觉 我们相信你可以 你可以为我们 打开一个解答的门 所以你触摸我们 继续亲密我们 你不仅是我们父母亲密度 你也是我们 这两个人的手 把我们的一生 以及接下来的 预备是全都 加在我们手中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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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